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7月14日在其社交媒體網站《真相社交》上向祝福者致謝 此前他在一次競選集會期間遭暗殺未遂、以掠中彈 他在帖文中寫道感謝大家昨日的思念和祈禱 因為只有上帝才阻止了難以想像的事情發生 我們不會害怕而是在面對邪惡時保持我們的信仰和反抗 特朗普說此時此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一致 展現我們作為美國人的真實性格保持堅強和堅定 特朗普表示他期待著在本州 將舉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威斯康星州發表講話